我们这个专业叫数字建造 然后它的统称是叫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然后它是在建筑行业内有很多的运用 其中运用的场景呢 比如说可以在设计院内 帮助设计人员来进行一些图纸的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